哈喽大家好,我是炒币大师 今天给大家说一下虚拟币新手入门视频 本视频属于小白视频 麻烦大家帮我点赞一下我的视频 今天的视频一共分为123455个步骤 我会从头到尾的给大家详详细细 清清楚楚的来说一下咱这个比特币 或者是以太坊这些虚拟货币 怎么买卖怎么出售 怎么出金的一个全过程 本期视频非常的详细 而且会教给大家如何识别骗子 如何防止冻结我们的银行卡 还有一个安全买币 体现出金的一个全过程 第一个步骤就是先去注册一个虚拟币交易所 这边的话现在国内的三大交易所 分别是okex币安火币 现在okex是国内的唯一一个可以注册的 现在火币还有币安不接受大陆客户了 第二个原因就是okex的手续费比较低 然后okex的它的邀请链接我会放在视频的下方 大家用我的视频链接去注册就可以了 邀请码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 如果您通过我的邀请链接去注册可以获得一个价值20元的比特币 还有10美金的返用卡 ok我们把网站打开一下 打开之后进来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他可能让我们去一下别的网站 我们在这边点击一下关闭就可以了 不要去别的网站 因为另一个网站的话手续费很高 当我们进来之后 这边直接注册一个账号还有密码就行了 用手机用邮箱都是可以的 在这边手机邮箱都行 注册完成之后 我们登录一下看一下有没有注册成功 如果成功了ok我们进行第二步 第二步就是安装虚拟币交易所的手机端 安卓还有苹果 为什么要安装手机端呢 因为如果您在电脑上买卖或者是操作的话 非常非常不方便 因为牵扯的东西太多了 像这些赚币借贷之类的 还有什么杠杆永续合约 对我们新手太不友好根本看不懂 所以我们要去安装手机端 手机端的话 现在分为安卓还有苹果 安卓的话非常简单 我们先说一下安卓 说完安卓说苹果安卓手机 用我们的微信或者是QQ 扫码一下就可以 扫哪里呢 邀请链接这边 你把鼠标放在这里 会出来一个二维码 我们直接用我们的安卓手机 记住是安卓手机 登录我们的QQ 或者是我们的微信 直接去扫码就行了 然后就可以去下载了 很简单 但是苹果手机有一点麻烦 因为苹果手机 需要用到一个美区ID 什么叫美区ID 就是美国地区 苹果商店的账号 因为它的这个软件的话 不支持大陆的ID 需要用到美国地区的ID 就是美区ID 我们需要去某宝 或者是某多多买 很便宜 3到5块 关键词搜索一下美区ID就行 然后我在这边给大家演示一下 我们先去一下神奇的某多多 在里面搜索一下美区ID 比如说我随便点击一个吧 然后他这边就写了什么美国ID 就是美国 像这种应该都是 大家直接去购买这种就可以了 很便宜 4块钱左右 我们来看一下账了 是不是 像这种2块多的都是可以的 选这种包更新一次性的这种都是可以的 直接 选美幅 这个包更新的3块8 选美 选这个美幅就行了 如果您不确定 他是不是美区ID 联系客服 俺问一下 然后 某多多的话可能管的比较严格一点 但是在某宝里面没这么多的事情 非常的容易找到 比如搜索一下美区ID 像这种都是 看见没有 像这种 像这种都是 我们随便点击一个吧 M 选M就行 美国5块7毛钱 还是那句话 不确定 问客服 这边有客服的联系方式 你问就可以了 当您购买完成之后 他这边会发给您一个邮箱 还有一个密码 就是这个卡号 还有密码 我们记住这一个卡号还有密码 然后登陆我们的苹果应用商店就可以了 在哪里去登陆呢 在这边有一个APP store 请记住有一个APP store 这个就是苹果商店 我们点击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登陆的是大陆的ID 我们需要退出一下 点击这里的头像 然后放到最下边 在这边会有一个退出登陆 我们退出我们大陆的ID 然后登陆一下我们刚才购买的那个账号 还有密码 然后在这边会有一个登陆的按钮 我们登陆完成 登陆完成之后就是这个样子了 然后这边有一个搜索 我们搜索一下okex 进来之后 第一个是广告 我们不要去 因为这边写的广告 大家看到了没有广告 第二个才是okex 然后这边写的okex 图标四个蓝色的圆圈 这里会有一个下载的按钮 直接去下载就可以了 我这边已经是下载过了 给大家看一下 已经下载过了 所以我的方法是可以的 然后我们就再进行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下 下一步就是设置交易所的个人信息 然后我这边用一个新的账号 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我这边是一个安卓手机 这边已经下载过了 然后我们登陆一下 这个软件不用科学上网 也能正常的打开 我们登陆一下看一下 然后登陆一下 我们刚才在交易所里面注册的账号 还有密码 登陆完成之后是这一个样子的 然后点击这里的头像 偏好设置 这里设置一下 本地货币 我这边我习惯用人民币 我选择人民币就行 然后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 安全设置 在这边给大家说一下很多的东西 然后只说几个需要设置的吧 然后密码我们设置上 然后短信绑定上 然后邮箱绑定上 然后资金密码 这四个就可以了 登陆密码 短信 邮箱还有一个资金密码 这四个就可以了 其他的随便大家的设不设置都可以 然后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资金密码 为什么说它重要 因为我们提现然后出进的时候都需要用到这个资金密码 它最重要 一定要记得这一个资金密码 安全设置完成之后 我们绑定一下我们的个人信息 它这边是必须要绑定的 然后一共是一二三三个等级 建议大家认证到二或者是三就行了 一的话因为太低了 应该能看得到2000额度 所以不要认证到一认证到二或者是三都行 然后绑定完成之后 我们需要绑定一下我们的银行卡 银行卡在哪里绑定呢 这边有一个购买数字货币 我们点击一下 一定一定要选择自选区 很多人就说我进来之后 我没法绑定 因为你选的是快捷区或者是订单 你没选择自选区 选择自选区 然后这边有这个东西 是默认的货币 我们选择一下就行 然后这边有个收付款设置 大家第一次来应该这三个全是关闭的 我们只需要开启这个银行卡就行 这个微信还有支付宝 我们用不到 为什么说他们用不到 因为微信支付宝容易被封控 但是银行卡的话不容易被封控掉 然后所以只留银行卡 然后收款账号 这边添上我们的收款账号就行了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基础的设置就完成了 我们再看一下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下一步就是为什么要买USDT 什么是USDT呢 好在这边给大家讲一下USDT是什么 在视频开始在这个说USDT是什么之后 我们先给大家说一个网站 这个网站叫做飞小号 然后第一次来你可能有点懵看不懂 看不懂没事 我先简单的给大家说一下很简单 我们都知道比特币 但是它的英文叫什么呢 BTC 它的价格呢29万 在这个飞小号这个上面都能看得到 以太坊叫什么呢 叫ETH价格呢24,000 这些都是有的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叫USDT的东西 它的中文叫太达币 它的价格呢6块3毛 6块3毛7左右 这个太达币 它是什么东西的干什么用的呢 呃 它是一个稳定币 就是它的价格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一直保持在6块3毛7左右 从来不会大涨也不会大跌 然后稳定币的作用就 稳定币的作用就是起到一个呃 那个怎么说呢 就是一个通用的一个意思 比如说我们在大陆 我们通用的货币是人民币 但是在虚拟币交易市场通用的货币 就是这一个USDT 就是这一个太达币了 然后再说一下呃 比如说我们想去购买一些虚拟货币 像比特币狗狗币以太坊 只能通过USDT去购买 目前世界上任何的货币 美元英镑欧元人民币 都是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的 必须通过一个中转的货币 这个中转的货币就叫做USDT 只要是你想买虚拟货币 你必须你的账号里面先有了USDT 你才能买USDT去哪里弄呢 必须先去买USDT 然后再去买这些虚拟货币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身上有人民币 有美元有欧元有英镑 任何一种货币 我能不能直接买这些虚拟货币呢 像这些虚拟货币都是不可以的 因为我们本地的货币 不能买这些东西 我们必须拿着这些什么美元欧元人民币 去充值这个太达币 我们的账户有太达币了 就是这个USDT 然后我们再去买这些币才可以的 这样的话给大家解释的话 就应该能听得懂了 好了我们来充值USDT 给大家充值一下 在哪里充值呢给大家看一下 您进来的时候可能 我现在我这一个账号里面没有钱 这一个账号有钱 所以这两个的界面都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这个账号没有钱了 我拿这个有账号的钱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去充值 点击购买USDT 都是同样的道理 点击购买 出来的东西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自选区或者是自选交易 不要搞错了 然后其实出来的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吧 然后币种的话 这边选择USDT 收付款方式 选择银行卡 交易金额 就是你想买多少钱呢 我想买一万块钱的吧 在这边个是百千万 输入一万点击完成 更多筛选 隐藏T加1 为什么隐藏 因为T加1第二天到账太慢了 我们把它隐藏 点击完成 在这边我要教给大家 如何筛选一下不可靠的人 看一下第一个这个天道筹琴 第一步看一下它的认证等级 一定要是V3 它这个是可以的 第二步就是看它的注册时间 一定要大于三个月或者是四个月 它这个也是满足的 然后它的这个总单数就越来越少了 最起码也有一两千单 总单数太少了 我们不要它 看一下这个安全资金 这个V3 注册时间已经四个月了 两千多单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们看一下有没有更好的 这边有个叫猪八戒的 时间有点短了 两个月了 顺为资本 三个月的店铺 这个大润发呢 那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去找刚才的这个资金安全吧 它的店铺已经快半年了 然后两千多单 V3等级可以 然后向它购买USDT呢 这边有一个向它购买这边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比如说我们想买它这边写的最少买五千块的 我们买一万块钱的 我们买一万块钱的人民币的USDT 可以得到1587.3个USDT 然后点击购买就行了 呃 我这边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截了几个图片 我找的这个人也很可靠 V3 快一年的店铺了 一万多单 比如说我想买八千块钱的人 人民币 我输入八千 然后点击这里的购买USDT 然后会生成一个订单 我们点击下一步 点击下一步之后 它让我们为了确保资金合法 让我们先提供一下资金凭证 我们点击一下下一步去验证 然后它需要我们提供一下近期的流水 然后我们去哪里找呢 我们可以去一下我们的银行 像我这边 我去的是这个建设那个民生银行 点击一下我的账户 然后明细 然后我们把我们近期的这种交易 给他看一下 就是这一张图的这个流水 给他看一下 然后他主要是看什么呢 他主要是看我们这种交易 在这里的 看我们这里的交易 看这里 他为什么看这里呢 因为只有我们正常人 才有可能是花个十块八块 二十三十五十一百左右去买东西 但是他们那种来录不干净的钱 一笔交易都可能都是一万两万三万五万十万 每一笔都是 但是我们正常人根本做不到这么高 他们一看我们这种 比如说我这种点外卖 打点外卖打车 然后去超市买水果买盐买酒 这种他们一看就是正常的人 这张卡就是没问题的卡 然后他就会把他的卡号 还有他的姓名发给我们 我们给他转钱就可以了 比如说我们转一起 我们想买一万块钱 给这张卡转一万 我们想买一百块钱的 给这张卡转一百就行了 然后转完钱之后再点击 我已完成转账 千万不要还没转钱 就点击这个我已完成转账了 可能会有小伙伴说 我把钱给他了 他不给我币怎么行 那怎么弄的 只要是您按照我刚才的筛选方法 选一些老一点的 可靠一点的 不会有这种情况 而且他这边是平台担保的 当我们转完钱之后 我们只需要等着就可以了 等上大约一两分钟 然后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下 我们的资产 看一下我们的资金账户 看一下我们资金账户里面 是不是有钱了 但是交易账户 没有钱是怎么回事呢 当我们钱来了之后 我们的钱是放在资金账户里面的 但是如果我们想去交易 需要把资金账户的钱 划转到交易账户 这个大家能听得懂吗 如果我们想去买币去交易的话 需要从资金账户划转到交易账户 怎么划转呢 这边会有一个资金划转 我们点击一下 币种的话选择USDT 从资金到交易 点击全部划软 点击确定 哎 划转过去了 我们这样的话 资金账户是不是有钱了 资金账户没钱了 交易账户有钱了 对不对 只要是交易账户有钱 我们就可以去交易了 去哪里交易 点击这里 第一次来 大家可能会有一点懵 哎 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我怎么看不懂啊 看不懂也没关系 我在这边就是简单的给大家来说一下吧 这一个是您要买的币的种类 比如说狗狗币以太坊 或者其他的币 你想买的任何的币 在这里都可以选择 这里是我们刚才充值的付款的币种 默认就行 这个不用管 买币 卖币 这边是确认买入 确认卖出 对不对 然后 再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是我们当前的余额 就是我当前的余额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3912是什么意思 我给大家说 这个3912是当前 这一个币的价格 您这一个ETH 如果改成别的币 同样的这个3912 也会变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比如说我改成这个BTC 看见没有 变成4万6了 然后我们来演示一下 怎么买卖这些币吧 比如说 我们想买这些以太坊 或者之类的 但是新手不懂 然后这个费小号 就派上作用了 比特币叫BTC 以太坊叫ETH 然后 这边还有一个瑞波币 XRP 我们买一下这个瑞波币 输入XRP 这里点击一下 输入XRP 然后点击 BB交易 在这边就会出来了一个这个东西 我们点击一下 这样的话就是买瑞波币了 价格是0.8 UST 然后我想买以太坊呢 ETH 点击BB交易 选择这一个 想买比特 想买比特币呢 BTC 点击BB交易 对不对 进来的是比特币了 然后买一个以太坊 给大家做一个演示吧 ETH 然后买的时候 这边有个限价委托 要改成市价委托 因为市价委托 这边是写的呢 以当前市场最优的价格下单 然后我现在有323个 我想全买 点击100% 我想买一半 点击50% 然后再点击买入ETH 比如现在以太坊的价格是3900 我们来给他说一下 比如说以太坊的价格是3900 比如说我们在以太坊价格3900的时候买了一个 然后以太坊价格4000 我们就不给他说 就不给他说 我们给他算4200 现在可能过两天 以太坊涨了 我们比如说3900的时候买的 过了两天以太坊涨了 涨到了4200了 然后呢 我们想卖 我们那怎么卖呢 比如说现在是3900 我们想卖 那怎么卖呢 点击卖出 还是和刚才一样 市价委托 选择100% 然后点击卖出 比如说现在 现在已经涨到了4200了 我们3900买了 然后涨到了4200了 我们是不是中间盈利了 呃 是不是4200-3900 我们是不是盈利了300个USDT呢 然后我们想把这300个USDT呃 出金换成人民币 把这300个USDT换成人民币 那怎么换呢 非常简单 点击啊 这里的资产 然后点击交易账户 呃 如果我们想出金换成人民币 需要从交易账户 花转到资金账户 卖掉USDT换成人民币 点击交易账户 点击资金划转 币种选择USDT 从交易到资金 点击全部划转 点击确定 然后是不是我们的交易账户 没有钱了 资金账户有钱 OK 点击这里的OE 因为账户里面是这个USDT USDT的话 它也是虚拟币 我们需要卖掉它 点击卖出 一定要选择自选交易 收付款方式 我们选择银行卡就行 交易金额 就是你想卖多少钱的 我想卖 2000块钱的吧 隐藏T加1 就行了 我们看一下这边有一个西门庆 卖币 它的这个时间有点短 不要它 皮炭歌 这个皮炭歌就行了 然后它也是4月的店铺 已经1万多单了 然后向它出售 我现在点击全部 我给大家说一下 我卖掉323个USDT 可以得到2000块钱 2020块钱 然后我们点击出售 USDT 点击出售USDT 点击出售USDT之后 卖家那边会生成一笔订单 他看到这笔订单之后 他就会往我们的账户里面 打过来2021这些钱 然后当我们收到钱之后 我们后台会有一个放币的按钮 就是放出货币的意思 我们点击这个放币 然后这323个USDT 就会到它的账户里面了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就完成了一个 3900买4200卖 盈利300个USDT 然后这300个USDT 这300个USDT 是不是换了2000多块钱的一个全过程呢 对不对 好了 今天视频就到这边 有问题 大家可以在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是炒币大师 大家记得帮我点赞关注 谢谢谢谢